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梦城更多的会把同梦城放到一个主将位上面去 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成都队的话呢是以两个世界冠军为班底 韩国的朴婷环和那个我们的阿党 党一飞 然后再加上古灵异 廖元赫这样的一个主神 也是非常有这个争夺名次的这个实力 争夺高名次的实力 然后小朴的话状态还是非常的爆棚的 最近的话仅负两局 就是二负科捷 除了什么 除了龙心碑半目赋予科捷之外 然后维甲连赛也是赋予了科捷 剩下的比赛 包括这次维甲也是下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 唯一有点愚昧是输了两盘科捷 那总体的跟别人下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有统治力和稳健的 所以说今天的话其实同盟城想赢小朴其实难度是很大的 就是他状态是比较好的 好 我们回到这盘棋 那个也是通过这个抽签 然后同盟城的黑企业 然后排名的话也是浙江队排名靠后 在16支队伍里面 中下的一个状态 成都队也是排名前几位 仅是以那个好像局分的一个劣势 没有登顶第一 所以说双方的这个从人员的构成和实力的配比上看 就是现在至少这场的正央队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他们失业冠军这次有点不发挥 还想要应该是富多胜上 是 就相当于一个主要的得分点没得分 就是这个就很让人头痛了 然后一起是跳小跳 跟上盘棋有一点像 但是他下的是一个正常的手脚位 就是刚才那盘棋有一点 就是不是那么常规的一个手脚的位置 方向倒过来了 对这是一个正常的手脚位置 然后黑席 小肩 套路还是一样的套路 这部小肩现在深得世界冠军们的喜爱是吧 或就是应该是职业高手们的喜爱 简单啊 关键是简单 不吃亏 然后后续变化也简单 就家机的话 你还得研究各种飞刀 关键是还不一定管事 还不一定便宜 对家机人家就算关键是职业脱线 人口的家机 首先你要飞压你只能冲断嘛 这里那个计算量会很大 前期的这个训练量会很大 关键是呢 并不一定匹配 因为你就算人家不飞压了 人家直接脱线了 其实也可以下 所以说监会是更多的是一个常态 就是很像这个起 很像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个 这个米式飞刀一样 很多高手们他就不下了 因为研究这个事情 收益不是特别高 因为对手可以不下的 不下也是两分 就是性价比不高 花了很多时间 经历 关键还有可能呢 你以为你研究清楚了 你真下的时候 哪怕人家比研究的 比如某个小朋友 比研究的比你更清楚 是 然后你本来不下呢 你也没事的 然后你以为你刀枪不住了 你跑上去 然后人家研究比你更深 然后一刀就 就是倒了 所以就相当于 你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去研究这种复杂定设之后呢 不一定有收益 可能这个收益甚至是负的 你也不知道 你的对手这些 几十个职业学生 谁会去研究 谁不研究 对不对吗 就都不知道的 就从时间成本上来说 并不划算 我觉得是非常不划算的 就是你还不如 用这个时间去 训练一些别的技术 或者是看一些别的 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他不是AI说 那个时间对吧 无限的 你可以学习多少盘棋 所以现在布局阶段 包括定式 更多的是选择 相对简单的下方 对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 球门会看到 包括这个点33 更多的 很多高什么 更多的一些 没有特殊场合下 更多的野兽 就敞一下就完了 或者是你飞的时候 或者是你飞的时候 有些高手就顶了 搬算了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他没有必要太多的 跟你这里做一个纠缠 因为他确实投入这个时间 这个计算量去研究这种细节 说实话 我觉得真的不一定赚 因为他可以把这些时间用来测 用AI辅助测算别的那些 就是一些骑行 就更好把控的定式 可能你会 可以 可能多测三到五个套路 对 对吧 你这一个套路的时间 可能够多 我够 够我测三到五个别的套路 所以说这个这样算下来的话 可能更多的一些高手 就会选择去 像我这样去选择 这个时间分配去训练 那如果是按照我这个去推断的话 所以说很多高手就 就会下这种肩 或者下这种 对 长的类似这种下 白皙如果高刮黑就下一个拖 对对对 反正就是 外面不一定之中 我小木你小刮我就肩 你高刮我就拖 没了吧 任何的飞刀都没了 就是我就把你那个避开了 然后我就跟你下 那个后面的对围棋的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 就是当不一定 一定是最优的 对 因为对于高水平来说 是不是他如果跟对方 下一个比较复杂的局 因为双方都难把握吗 他很难体现 他的歧义上的优势 这个可以这么说 就是如果是你认为 你比对方实力强的话 你可能不太愿意涉嫌 就下这种平平淡淡的 跟你黑中后盘 还有一种就是 他自己 他没有去把次重点 放在这方面去研究 那就说你不能骗自己 你明白样子 就是 如果你真没研究的话 你把它装作 你研究过了 那接着就很惨 那你如果真加了 人家可能真的要跟你 下这种大型定试 你如果没研究过 你以为你研究过了 你上去 那就很惨了结局 那就不是骗自己吗 所以说这事情没办法 就是说我们更多 都会看到一种 类似开局的这种下法 好了 我们接下来也看到 小白对付这个 单关脚 也是现在最流行的 一个碰靠 碰一个 这里的话 碰靠肯定同步实际是 这里也肯定是摆过的 所以说这步 接下来的一些变化 应该双方都是 非常的心智肚明的 那彭老师这步碰 有什么样的意图呢 就希望能形成什么 他就是 现在的很多布局的招法 他都是就是 让你的子力更加重复 比如说你下立 那他肯直接就脱线了 那这个有点像 小废手脚加尖冲 还原成尖冲 那你搬的话 他就是通过这样的 一些弃子纠缠 在局部甚至做一些 弃子的那个图形 让你整整体的 这个外面的未来的发展 变得重复 他现在的 其特别是用 引入AI这个辅助之后 他不太拘离于局部的 这个得失 就是 就是相当于 其的风格和下法 有一些 那个进步和改变 原来的话 可能更重视 因为没有AI辅助 你必须更重视 局部的这个 亏损 亏赚的这个问题 因为全局这些事情 谁也捞不清出来 我们必须得 更集中在局部 那现在的话 由于可以辅助到 后续的一些 怎么样 弃子处理 一些推理 那他如果融会贯通之后 更多的就会出现 类似这种碰壳的情况 我们经常会看到 比如这种碰壳 对 就是 就是这种碰壳 就是这种坚冲 就各种各类 各式各样的这种 这种痛 对吧 对 层出不同 其实他总体的目的就一个 就是让你局部 那个通过定型 让你局部变得更重复 对吧 因为我们介绍局部 肯定是没有时间 给大家摆的 对 这个局部的话 选择也很多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比较复杂 就他其实就一点 就你搬我就搬 然后跟你下那个弃子 你搬我就搬 其实大家就这两点就行 一人占据一个搬 对 你上班我就下班 你下班我就外班 因为你长河退 他是不介入到思考范畴里的 因为你长河退 他就拖鞋了 就是你不管挺多 还是下力 他都可以去做拖鞋的 因为他不担心 你再去滑手机走齐 你滑手机走不就等于 你补了一个吗 对 指向变低了 你至少速度变慢了 对 这两步其实你说 我能损多少吗 说不定还便宜 说不定还有个外班 说不定还有便宜 对他杨子说的一点没错 所以说 但至少我可以确定 本来这样 你是绝对不可能去接的 所以说他只要让你 这个也是同理 就是只要是让你的 骑的速度降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 把黑的大概率 就是上班和下班的 我会选择 一般像这种骑不太选 会选择退 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 他要不就搬 要不搬 他不会选择退和退 感觉就被便宜了 别直接拖欠就便宜了 所以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当然其实我们去掌握的时候 这说实话也就是 大家怎么开心怎么来 就是真的是 你很难用三言两语 说清楚这个事到底应该怎么下 而且后续的话 其实变化非常多 大家不要看 他碰靠了一个 搬了一个之后 好像怎么高什么 都下类似一个定时一个 一个套路 其实后续他得学很多很多的 变招 因为他并不知道你从哪里下 如果这个地方不太会下的话 彭老师可不可以就直接粘上 因为我看旗鼓当中 粘的也挺多的 也可以 那你就被对方 便宜了 牵手便宜了 他估计就是这样 就去手脚就去拆边了 就如果你觉得被便宜一点 没有关系 或者你脾气比较好 心态比较好 是可以下这种 那你也别搬了 你这个力就完了 搬一下 没什么 不一定便宜 对 你就直接就算了 但一般搬了粘的下法 都是在中后盘 就这个粘的下法 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 从心情上 主要是气势上做了 你不是 我这里给大家说 就是如果旗鼓门下的话 真心无所谓的 就是你怎么 说实话就是那句话 你们想怎么下怎么下 开心就好 怎么开心怎么下 因为只要你不熟悉 反击你就沾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作为竞技围棋的角度 两个冠军的角度 他不太愿意让这个地方 哪怕只亏了半目棋 大家不要觉得 好像亏半目棋 是个玄幻小说 就是吃个天方夜谭 八目棋有什么用吗 一目棋 亏一目棋有什么用吗 那高手相争有时候 可能就差点一目棋 就差点半目棋 而且他是白亏的 他就不爽了 因为他没有收益 就白白为对方 先手压缩了 所以说在高手的对局里 基本上看不到 那次这样的棋的 就是他们 互相之间下棋的时候 因为不敢这么下 气势上就输了 关键不敢这么下 没有道理说你敢说 比如说像对面 你跟朴婷怀下 没有道理你跟朴婷怀下 你还敢先亏 就是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 凭什么吗 凭什么你 小朴坐在对面跟你下棋 你还选一个上来烧亏的定势 你是不是太膨胀了 你是不是最近已经膨胀了 凭什么你 对吧 你只能正常谁只能反击 其实有些其他不是说 大家觉得千篇一律 他们怎么总怎么下 他没办法 他不能掉那个胜率 就是不能举步亏损 因为对方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对 实战是打得上眼 打完之后黑棋贴 之前好像还有打在这的下法 但是现在相对来说 打在这就是细脚了 打在这大概率会是一个 转换 但转换的话 但黑白的也有可能力 但转换的话 最大的问题是脚丢了 就大概会是这样 也有可能斑 这里有很多分支 我就不给大家摆了 就很有可能像这样 这最大的问题就是现金又没了 这脚的实地很大 然后外市嘛 底顿上外市是值这个钱的 但是呢 怎么最后换成 对吧 把这个支票换成这个现金 不知道啊 所以他打是冒风险的 不打我觉得能理解 如果接材有利的话 黑棋可以选择不沾吗 就是打 但是他是开局啊 开局是不可能的 你要说中盘 那中盘那就更复杂了 对中盘另外一盘 因为中盘你打有可能人家利 而且你打结有可能人家反造结 这个就完全说不清楚 至少开局现在是不可能有劫裁的 是 初期是无劫的嘛 所以不存在反打 只有只能接 所以这个棋 贴的话是一个重视时空的下方 外打是可以的 你说的这个 就这里是两个分叉路 就是可以看清这位棋手的一个棋风 贴的话更多的是薄脚 就是会下层 像这样 他把这个脚给先吃住 然后外面再跟你缠斗 再跟你进行一个各种的那个缠斗跟肉骨 然后顶期摊也满 其实这脚影差30分钟去了 现在配的至少15分 刚才白的也差不多有15分 就里外里里面差30分 对 外面呢 不知道 外面大家再说了 这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下方 刚才的话是一个走大模样非常 就是气势很足的下方 但是对于大模样那一方压力很大 中间能为多少是个未知数吗 他不愿意 就现在高手他不太愿意下大模样的棋 先把钞票给对方 不 因为现在的高手们太擅长做活了 东拱一下西拱一下 那个你头都大了 他太善于那个利用你的骑行的这些弱点 去腾罗做活了 就是未来 特别在中央打野什么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棋 走大模样的就会偏少了 不是说大模样不能走 就是说他不太愿意下那个形状 万一被你活了呢 对 也很难控制这个局面 伟大的被你活了 微小还不够对不对 这个就头很痛 还不如我捞了你围吧 你围我去 我去做活你 就是这样的话 他心态会好一些 其实围棋来说 时空和模样永远是平衡的 你走模样肯定是可以的 走外是 但只说现在的就相当于时代的痕迹 现在的高手们有点偏科等于是 或者现在的围棋理解有点 对时空的那个需求更大一点 对 可能过很多年之后 说不定大模样又流行 对对对 就是你 杨总说这很多 也许那个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技术的进步 对局部理解的 更加的深刻 那未来可能大家要 反而那个就不要空了 要真相的上来去 去试 这是很有可能的 就是就像那个螺旋上升一样 这样这种技术性的东西 他都是一阵一阵的 就是 但现在至少目前为止 大部分高手是愿意选现金的 更好掌握一些局面 特别是在比赛中 我告诉你 如果是一盘训练棋 或者一盘网络的友谊赛 可能会尝试一下 他会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对 这应该是经常会做的 但是呢 像这种真二式的比赛 像维加连赛这种 真刀真枪 那个每一盘棋都想 必须要拿下来这种比赛 特别是对队伍的名次 方方面对自己的 个人的荣誉奖金 全部都挂钩的这种比赛 对吧 那不会涉嫌的 我为什么要去 我为什么要去涉嫌呢 你知道吧 就是他大家都会 我觉得这种心态很正常 对 就是大家去观念 比如说别的体育项目的话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真正大赛的时候 两位高手可能就会 出招都会很谨慎 别的体育项目也是一样的 就会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精彩 为什么没他平时训练了 或者平时那种小比赛的时候 玩下的那么精彩 那么放得开 那么酷炫 对 那他不是 他没法放开 他放开有破绽 万一对对方抓了 那比赛就输了 他必须得谨慎 其实这个定型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 白棋 白棋下一步棋很漂亮 下一步棋走在这个 应该都是研究的结果 就是这个之前好像拐就 拐就战斗了 拐就跳完 然后黑的白的猜出来 黑的大概率去虎头 然后双方进行一个作战 这个我相信是同盟城所希望的 也就是他之前应该是 对这个局部有一些 至少有一些研究的 所以这步棋的话 肯定是小嫖子就想好了 就是做弃子 然后就这个走完之后 会必然倒向一个弃子的局面 拐黑的没办法了 黑的不会尖的 尖再跳过来 这形状就战斗起来 就比较的疏软了 这个形状 这个头已经歪了一下 对 但贴的话 对方一定会歪你头 这局部会很差 那断 白的能占吗 白的压根就没想跟你战斗 好吧 白的很残忍的 作为一个元帅 白的还是很残忍的 直接让自己的这三个主力部队 那个那个献身了 壮烈牺牲 对 就是去堵那个枪眼了 就是去断了后了 就直接就变成炮灰了 当然他这样弃子之后呢 我们会看这个 可能很多棋 我们无法理解 但这个地方 你死那么多了 白黑的时空 可能都超过30目了 白的就这破 破坏了那几个子 能行吗 反正 我告诉大家 这个棋应该是两分 就双方都能接受 对 就看你的风格是什么 对对对 就是你这个外置是指这个 指那个 指很多木的 可能更偏重实地的棋手 可能喜欢黑 但是如果是棋友们下呢 我严重的给大家推荐黑棋 大家不要去下白棋 因为棋友们下很难就是 自始至终的贯彻 把这个棋贯彻到 就是贯彻的那么完善 就是这个外置到底怎么用 这个难度很大 当小嫖不存在 它的水平是足够驾驭这个模样的 是 外置的 但是呢 棋友们下棋的话 真心推荐大家下黑棋 因为黑棋肯定是没有什么错的 先取30目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然后白棋是长 会骑点33 那就是 点33就是孤注一致了嘛 我削也不削了 从棋里上应该是挂脚的 第一感觉想挂脚 或者是挂脚的嘛 对 点33意思就是让你围 然后 然后再进来 再进来 对 先捞后洗的战术是吧 对 这个战术就比较极端了 就是这里也可以看出 同梦城队今天的金盘棋 还是我觉得他自己会是一个 相对觉得是一个 比较困难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就相当于 他觉得小条给他压力比较大 就他会下一些更加激进的下法 普通的话应该是挂戒子的 挂这个脚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挂的话白棋会选择尖顶 大概率是尖顶 尖顶 大白率是 那这个黑棋获得一个X2 X2它在宫里 他就现在的其实就是 他觉得你财尔没事 他大概率在从上面进行 攻击 真的又现有之后 对继续扩张 对对对 这就整体思路 大概就是这样了 就当他也可能从这攻击 就不确定 点三三的话 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下法 29 今天的话 他就是想拼一枪了 说实话 降下 不是特别推荐 推方 对 风险比较大 主要最怕的是控不够的样子 就是不怕别人 这种气就是不怕别人 他是不怕别人围大肚子的 围大肚子 反正他就是最后四脚传情拼一枪 关键是怕小嫖知道了之后不为 就是跟他慢慢的下 就是他其实就这三十目 别的地方其实加那个脚点 完才四十目 四十目我们其实扣掉八目棋的话 时空也就是三十多目 三十多目其实白棋 我们这些潜力其实是很大的 这白棋是不是两条边 围上一边就够了 就至少路数上就能够抗衡了 对 但是前提是脚不能丢 如果你再丢一脚 就彻底 空就彻底不够了 所以说就看小嫖的 那个后面的一个思路了 就是如果是他 就铁的心走模样 我觉得佟孟成今天的这个下法 是OK的 就是因为最后反正中间掉进去 做个死活题 但如果被识破了 他的这个意图之后 如果白棋转向一些平衡的下法 其实黑鞋子有点被动 就是虽然捞了一些空 但是因为你毕竟 这些地方做活的时候会被攻 白棋其实就像刚才你说的 这两条边唯一一个边 基本空其实就差不多赶回来了 就至少不是太落后了 所以这个下法 其实我觉得点三三可能还是挂脚会 更稳妥一些 稳妥一些 对 但他就是这么想的 他想这时候在 在进行二五清分 说实话 他就是想让你去走这个 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 黑棋的如意算盘 然后白为一个 然后你肯定要拆边 然后他大概率这里再立 对 打完走 然后你一走 然后中间哗进来 决一死战 这时候就 如果你正常这么走 那就彻底空不够了 然后不知道他销哪了 我逼得眼睛认一个 然后这时候 如果白棋不能够严惩黑棋的话 这盘棋就崩了 对 就像刚才彭老师说的 高尔特别善于腾挪 在中间这个区域 你要吃呢 那就赌命了 这件事就是 打个比方这样 其实也很难吃 对从诺城的角度 跟小嫖下一个五五波 他是能接受的 因为毕竟他肯定是不会觉得 自己的技术是领先的 我觉得他的这个思路是没错的 就是他想这样赌一下的 这个心态和这个战略 是没有错的 明白吧 就是就看小嫖 能不能识破 他的这个意图了 就是 因为毕竟这盘棋 从纸面上来看 实力上来看 朴宁环应该是 稍战上风的 虽然同步城也很厉害 但是肯定是要稍微 要逊色一点的 所以说 同步城 大家会看到 同步城的这个 战略上的 战术上的选择 会更加激进一些 你不要看他 其实都很凶的 对不对 特别是这个点33 可以挂脚 平分挂脚的时候 他没有挂去点33 就很明显就是 想到你飞脚的 他二五清分 就等着你这么下的 你下着你只能连这个片 然后他打完一滴完 不管你走哪 他中间 最后跟你决一次战 这个思路 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 所以下一步棋 我觉得就体现了一个 就是 小嫖其实也算是个老江湖了 虽然年纪不算太大 但是精力已经很多了 体现了一个 失业冠军的这种嗅觉 就是在思路上 当他看到这个点 再看到这步棋 应该知道对方的一个战略意图了 实际上的话 我觉得这步棋 还是非常棒的 先把实地先守住 他只要不被四脚穿心 就是他的时空就没有报警 没有报警的话呢 这半棋至少是可以慢慢下的 慢慢下 他利用这个后卫 慢慢地去产生收益 就是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好的策略 就是等于是就不用赌博了 刚才那个就明显是一盘 赌死窩的一些 而且他一定掉进来的时候呢 空江冰进来的时候呢 你没有任何的选择的 你基本上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吃 吃不掉 就炸了 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追了 对 他先把这个脚保住之后呢 就是 白黑的正常 这棋还能慢慢下 你不管猜哪里 他正常这里 进行一个拨攻击之后 正常如果你猜到 他这里攻击你之后呢 你出去之后 他可以顺势嘛 慢慢攻你嘛 就是通过攻击 慢慢地获利嘛 等于是这样 全部看到 他这里保住15目的 这个 这个基本控的话 左边这个边 随便围一围 未来围个20目 应该是 完全可以 那个 可期的嘛 那也就是已经30多目了 黑的刚才基本控也就40加 所以说这棋就可以慢慢下来 而且毕竟这个外事是有价值的 是 而且这三个子 也不能说你 吹口气就火了吧 对吧 样子 对 将来白色至少这一代 不是 毕竟我攻击你 你总得付点代价吧 对 毕竟我这里那么多子 对不对 我攻击 我总能有点收益吧 你 我别说我要杀你 但至少我占点便宜 也没有问题 所以说他这么一下呢 局面一下就变得比较平 平稳了 平和了 他不是那么极端了 也就是说把 童梦成想跟他一决胜败的这个 思路给 化解了 我觉得所以说这部38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部棋 其实我们就是 应该可以 无论以上算是点金之笔 就是 然后接下来黑棋是走了一个拆三 白棋下一部棋 拆三就路破绽了呀 对 碰了一个 碰在这个 呃 拆三说实话 可能还是拆二吧 嗯 拆三这个形状 好像有点缺陷 嗯 关键这边 这边主要隐形的 这两部是先手去 你千万不要觉得这边是 是一个 白棋是一个什么 有什么借用 其实这地方至少这两部是 基本算绝对先手 所以 这时候碰靠近来 当然他可以先不下 嗯 碰靠近来 你如果上班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去我们把眼 这里我就搬啊 嗯 你连搬没用了 就是 你上班可能他马上就会把这些下掉 然后 就是一接上 哦 这里有个搬出 这里 有一个吃 如果你 你正常贴的话 他就把这个子给你吃了 或者这样吃了 你就飘起来了 对 对 黑棋 实地也没有了 眼位也没有了 对对对 飘在空中 一个人自己在那跑嘛 这边顺势攻击 你走他顺势以为空 空就围上了 所以说你这样是不行的 那如果下班 下班他也是一个班呀 你也很很烦呀 你吃你吃他肠呀 你这样顶持太委屈了 看形状你也 你也知道你亏了吧 这还有个四 马上就进入身不如死的状态了 这一次嘛 你肯定得补齐了 补齐那太先手了 对吧 如果你接的话 那他利用这个 后卫的这个优势 他就可以强行打了接 你真不掉他 你真不掉他 平时你是可以长战斗了 但现在就不是战斗了 现在就是送死了 就是平时没有那么厚的话 你就算真不掉他 你也可以 长出来 长出来 跟他慢慢战斗 对 白黑的也不一定有利 但现在就是你是送掉了 所以说这个靠 好像局部已经没应手了 应该是 同步是没注意到这个靠 所以靠的时候黑棋局部也没有走 没有硬 所以说他可能只能拆二 就行了 白棋 同老 这下 这下不舍得搬掉吗 为什么不早点搬掉 因为是这样 我看到靠黑棋搬了一个 不太舍得 那这下就走不着了以后 当黑棋搬到 因为他有从外面压的可能性 从这边都 他其实还是不太想搬 这下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能不搬 先不搬 先不搬 因为他 因为上班是不行的 小白应该是预估他会下班 下班他等他搬几下之后 他再搬 这样会更流程 什么时候搬都是绝对先手 基本上是吧 因为这三个吃的太大了 三个吃完 对 就是这个地方就全部铁后了 所以说他暂时可以先不走 白的黑的走 说实话 实战白的是不怕的 因为这两个并不大 如果算你退的话 白棋完全可以接受 这两个巨损 这都回不去了 全外面全是白棋 这就是多吃了什么 行吗 对 将来这一圈都先手 还有断的 其实还有断 其实班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其实这个其实应该是不能拆三的 下错了 就是被一击靠在这 应该就马上落下风了 应该是这个地方 同时没注意到这个靠的严厉 严重性 班其实不是个解法 就是实战已经应该崩了 这个棋 大家看实战已经 黑棋这个实战选择了一个反班 白棋已经不行了 断了一下 断了一下之后 白棋是吃这个 这已经 这个楼已经 对 没法弄了 就白黑的已经好像崩溃了 对 就黑棋这两个子吃掉 和把这两个子送掉 价值完全不对等啊 对啊 所以说其实就是 已经崩掉了 这么走 感觉这个交外亏了呢 不走里边还有点三三 但是他不能直接走 直接走人家逼过来了 所以应该是拆三 是一个严重的局部的一个战术失误 被小嫖机敏的嫖宁环 直接抓住了这次机会 然后黑棋是另一个 这个应该是感觉 从形状看就明显亏了 因为这里吃的太瘦了 就能不能看到 这里拐刀还能被送 逃一下 再被送一下 这送一下很关键 这里 你不送不行 不送一会儿它 它冲出来了 你再送 你要把你吃了 所以千万不要可惜 这个木就是 现在这些木都是 都是小意思 对 白的一定要把黑的 封锁在里面 所以说它送一下之后 它再吃 这黑的已经 应该崩掉了 等于这个三个子 还没吃死 这个题目数也很大 实际上黑棋这个地方 也没沾脱鲜了 没法沾了 这个如果 应不下去了 但是这个不沾的话 这一代黑棋收益也有限 对啊 你全是二路嘛 可以说基本没收益嘛 那白的已经把黑棋 完成整的全封锁 这两个现在也 大概率是亏的 你看这个局部 双方交换完 脚胖就明显优势了 对不起 应该是41要背锅 对不起要背锅 应该没注意到 这个严厉的42 下的 一个小失误 对 归随意的可能一点 所以说这里也是 可以反正一个点 就是为什么我们 我总说 他们下棋太累的原因 就真的就是 不是大家想到 我们的快乐围棋 对吧 就是你错进错出的 球门 像维加联赛这种比赛 特别主要位的 这种比赛 你可能一盘棋 一个失误 你就劣势了 最多 你只能错两次 你如果一个失误 劣势 再错一次 可能直接就输了 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 就不会再给你翻盘的机会 对手不会再翻这种 跟你同等值的错了 因为你先错的时候 他就已经优势了 他优势 他可能会下一些 比较平稳 或者越前 缓慢的棋 但是呢 他不会下出 那么大的 这种明显的问题手了 也就是说 也可能 甚至你就这一步棋 这盘棋就没了 你说你累不累吗 就是这种棋下的 就是说你每个地方 都得全身贯注 一点 小心意 一点小瑕疵都不能 就是出现 像这个棋 我说句实话 就不知道 棋我们觉不觉 像这种棋 大家经常下棋 肯定都是第二拆三 而且呢 拆三拆人习惯之后 你甚至都不 很多棋友们都不会 意识到这个靠的严厉性 但平时确实不能靠 因为它没有那么厚 靠的话 可以得怎么下 都不是很担心 对吧 但是这个场合 已经完全不对了 得以为是 就这么一个小的树 被一靠 局部没应手了 转到这班 我感觉转到这班 还不如这局部 可能接得硬 就长一个 是不是也好一点 或者什么 把这两个弃了之类的 就是对 反正这个 现在这个样子 肯定是亏的 本来之前 这个大型定视 就没有什么占上风 然后这里一亏 这班棋基本上就 急转直下了 这个棋 然后现在只能去分头 大家看 然后小白 这里继续的下一个定视 下一个AI定视 然后现在真 由于真子又没有引针 我感觉又亏了 这个黑棋 这是一个古老的定视 但是呢 现在的问题是 针掉的时候没有引针 这形状没有引针 中间由于太厚 可能已经崩了 这个棋 就甚至如果说的 极端点 甚至你跟 朴槿王下 已经没机会了 而且这班棋的格局 感觉黑棋在后半盘 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就是说 翻盘的机会 可以把这边 倒得更乱一点 黑的白的太厚了 白棋太厚了 整个快一堵墙了 只要白的不下 就是 就是不下杀心 不动杀心 不是不下杀心 不动杀心 不去轻易的 涂黑棋大龙 正常的收束 就是以朴槿环的 这个功力和实力 同盟成很难了 就是 因为就是 你要说 这样这些地方 这种暗部太多了 就是 它就放而不动 让你消 你也消不完 对不对 就是 它的这个 控实在太多了 而且你没什么控 我们会看到 这里就不起得下 你不下 它逼过来太大了 你看下到72 我觉得很明确 对 拐了一个 它拱都不拱你了 左边 拐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 它基本控就够了 就是说 它行事好了 怕你飞过来 围这个边跟它拼命 就下了很平稳 然后黑棋是飞了一个 你看72 74 应该就是一种 类似 形状 形势好都不得了 的下吧 提这个你说 特别着急 肯定是不会的 对吧 关子嘛 大概后手15亩 加一个跳 就这边挺大的 还有包括 中间 它不围了嘛 所以说 我说 你看到这两部的信号 你就会很绝望了 你正常是下这部的嘛 对方已经开始跟你收兵了 就说 他连模样都不去围了 你下这部 正常黑的也不会接的嘛 但他为什么不下那部 就是告诉你 全被你拆了 我也够了 我就 直接跟你数基本控 你就输了 为什么说 看到这两部 就叫绝望了嘛 就是 对吧 就是他的意思 就是我已经 基本盘够了 这个也不攻你了 你都是活的 这个边也不 我中间这个外事呢 我也不掌控了 我就是跟你正常收官 你就没了 就直接开始收官 这个东西 如果白气跟黑的收官的话 黑的不是人都傻了吗 就是你 你机会在哪吗 你顶着这个钢板 你不可能发力了 这般其实黑的是 不可能发力的 发不上力 就白气中间不为的情况下 目前看基本控 现在是差不多的情况 是吧 那个庞老师 他只要这种 基本控 落后太多 也就是说 比如基本控 我们预估一下 比如说黑的基本控 盘面15目 那这个气肯定 盘面都不够 黑气下的后面 就是如果中间不算潜力 就不算潜力的情况下 黑的基本上盘面 至少要25目 这盘气应该是盘细气 就因为白气太厚 白的这个潜力 跟这个潜力 加这个潜力 少说有15到20目的潜力 其实我只能说预估 虽然我不能确定 就是说你基本控 你至少要好到盘面25目 那这盘气可能是盘细气的 而且这两个子 其实还没有完全安全 你肯定要被欺负的 白气这底下 随便走两下 这都是目数 不是 就是说他不管从下面攻 还是从上面攻 未来你一定会欠目的 对 这是副数 这个是副目 就是说你的这个脚 加这个脚 这三个脚 加对白气的这个脚 加这底三个 加这个 就是说你没有好盘面25目的话 基本上这盘气就没了 然后你猜边是要猜 你来看吧 他直接就活脚了 然后拖了一个 就这种气很可怕的 这个就是一个超级高手的风采 不是说他72 76是这个局部最好的下 这个盘面上 这个局面下 但是呢 也许是赢得最稳的下 就是他不涉嫌了 就是一个决定高手 他不涉嫌 他开始收兵了 这是最可怕的 就已经把这盘棋 形势判断的非常清楚 他已经觉得 就告诉你 你可以退了 我就是如果说的不客气一点 你可以收子了 胜利宣言 就因为这时候我们 这里是吃不死的 我们把这个地方打拔完 给大家简单数一下 对 然后白棋就把这个打拔了嘛 然后黑的把这个跳回来 跳应该又小了 对不起 应该得进中间这个起 应该得中间飞一个小中间 对 跳回来呢 我们这种我简单给大家数一下嘛 这个还提不到了 因为提黑白的未必回答 就算你提到了 这里大概是一个十目 二十二十六 你大概是 这块空是个三十目 因为这里有个跳下 那三十目的话 这里是一个七目级 你说我们 正好贴七目板 那地方我们就把它贴木了 那三十目 然后这地方大概也就是个七八目级 十目是不到的 也就是说你加上这 你全盘基本空是四十目级 对 而且呢 这是一个三三得九 十一十三 这是一个三目级 你白了黑的 之前提过两个字 就五减二 是个三目级 十六 然后呢 我这里一目不算黑白的 十八二十二十二 二十四 白级基本空是二十四 黑的刚才我们数的是四十 四十加 那也就是说 跟我刚才的预估 差了一个天目 我刚才说盘面二十五是细细 现在只有盘面十五目 十六七目 那也就是说 这盘级现在的差距 大概在一个天目的 左右 就是说正常进行的话 应该是盘面的胜负 可以白的先出手 对 该现在该白的下 白其实可以攻击攻击 把中间围 他不会攻的 也不会围的 他就正常下 那就收关吗 对 就正常收关 对就正常收关 就是 这样是最稳的一种方式 因为围中间 有可能被你倾箱 要堵死活 他不围 他一定是最后最后 你不消他 他才会去围 这个也不攻 我就当你是那个 当你是活的 你也别数木 我也不破你 其实这两个 大概率是负木 对吧 你随便露一个 这哪有木 这还得逃 对不对 甚至直接点进来 其实这肯定是负的 就块这个木 但是他不要 刚才我们这一幕没算 给白棋 所以已经结束了 这个棋 也就是说 基本上这盘棋在 41 42这一瞬间 就结束了 基本上 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局部 没有好手 顶不住的话 那就是这个战役的话 黑棋亏损的 亏得太多了 你看全是二路 全是一二路混合 对 这种度过 而且这三个还被抽了 人家三个还救回 木还 刚才我们数这块30 现在也就30木 就是结束了 这期已经 然后白棋走一个 这个 我跟你说 他一定是就正常下的 他不会去围的 黑的就硬围这个空了 因为空不够了 如果是黑的 这时候正常是跳中央 那白的就跳下来 就纹死板了 等死了 正常是 这中间再蹦一个 这好像还是有东西 我们想刚才我是以木没数的 而且还算你 其实这下是提不着的 不一定会挡你 就是首先算你提着的 然后还 这颗棋怎么可能没有木 大家想对不对 价值的话 实木肯定是 稳当当的 实木家 所以说这盘棋已经不在了 就是 黑白的当以木没有 它都 时空都落后很有限 所以不能跳了 它只能强撑 那强撑的话也不行 就这盘棋已经没了 黑棋连班 对这里其实我们会就会看到 这种超级高手的可怕之处 我说实话 很多这些 像同盟神小童这样的一个一流高手 还要想战胜小嫖将的 就是确实还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就是 就是一个 我感觉就这一步 它就是强行 你看嘛 等于是围了 刚才比围了大概将近二什么棋 但没用呀 这个棋 它飞过来 它这时候总会围了 总可以围了 口都兜上了 对 这个一围起来 感觉中间都有四五十目的样子 所以说班也是输呀 班肯定是坏起来 正常肯定得跳这个 但跳头不够呀 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个跳头大呀 就是跳头不输了 就这个棋怎么下都很难再搬回来 已经输了 对 因为刚 因为小婊肯定知道这地方不蜀目 他都已经快够了 所以说这样的棋是不可能输出去的 因为他不会去围这个中间的 这也给亲友们说一下 类似这种优势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主动围这个大模样 因为你主动围 万一中间他 清销你活一块就翻了 他就正常下 你看 拐提 脱脚 正常下是稳赢版 就起了 然后贺旗接下来是拐了一个 那你准硬嘛 然后他这时候再出手嘛 你就没招了 应该说是一个 脸压这番棋 而且他都是命令起样子 你看 你会感觉他不像是个高手 他下得非常的简明 对 如果说我感觉上面震一下 就是你搞那个经常 搞一些维系培训的 企业们或者像对吧 你觉得像是一个小朋友在下一起 挨着你走 有点像俗手的感觉 但是呢这个小朋友好像实力有点强 这是这个小朋友开玩意 这个小朋友叫朴婷环 确实是这把人旗下的很简明 后半盘 他这样没有机会 你看 他就根本就没有 不跟你任何的接触 正常你只能拐嘛 他就跳 就很明显嘛 你飞 他就把这个围住 这个规模不小 目测至少三十加吧 嗯 尝我就挡嘛 目测 你把这个断了也不够是吧 断肯定不够呀 你得我堵这个口呀 嗯 断我就把这个尝 我把这个口堵住嘛 你如果破进这个口 我就先说虎一下 你不还得捕吗 飞过来都不活了 我就再堵这个口 你如果断 我就尝我 这个一飞 肯定稳赢吧 我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分五十去了吧 对 有的 目测四五十左右 五十是有的 那你这赚二十 这赚二十 你才四十 我为了五十 你还赔四 你还赔四母 行呢 本来你就不够了 你还赔四母 还下场 你就是这挣二十 这挣二十 你才挣四十 对不对 就账很好算的 就这种其实 说实话 你给这样的失业冠军 是不可能输的 就是 他赢法太多了 这期 所以怎么下都不够了 这期 就 所以说他就没办法了 你看他就 这个就是传乱来了 你看这个 然后白旗 然后白旗 压 黑旗是顶 这个我还是赶的 该出手的时候 还是要出手的 对啊 所以说不是说 他不会出手的 兄们 就 他在确定 没有风险的时候 他还是会 攻击你出手的 是 只能说 他不会主动出手 他等于自己来送 你知道吧 因为他已经赢了 这个铜枪铁边 你觉得你往中间 跳有钱 铜枪铁边 铜枪铁边是你自己造成的 嗯 作为黑旗来说的话 同梦城来说 反正这盘棋 已经基本上 很难 我觉得到42的时候 他已经凉拌截了 这个 就是这个拆三吗 对 一步 除非他这局部有应手 就是如果没有应手 我觉得就是没了 其实不知道怎么 收不了场了 确实像这种高手之间的争锋 一步之差 可能就会导向这盘棋 再没有机会翻盘 不关系太简单了 他实在下巴肯定是不如 呃 弃掉这两个子 甚至 帮外面直接把这两个弃 因为这个头被包住之后 中间太大了 对 整个棋就崩了 等于是 当时靠的时候 黑旗 搬上面沾上 把那两个子弃掉 但是肯定也亏 也亏 那肯定也没少 因为这个脚就不是15目来 就可能25加了 他本身这也没挣那么多 嗯 他气子肯定是 不能满意的 就是 从算账的角度 肯定是不能接受 但是呢 你要看他实战从这楼过呢 可能现在还是出头算了 是 就是一步之差 就是 我觉得 今天的小嫖是很轻松的 就是他 就是 一盘棋出了一拳 就是 给了你 一击 然后呢 就后面就 我们开始走 走流程 走过场 特别到 我觉得 七十四是最明显的 球门 就把这部 就他 这种鞋会去 闲 有这个闲功夫 提这三个子 很明显 就是提这 只是一个大关子而已嘛 不影响 肯定不可以影响到 白棋的眼味了 对吧 白棋这块 其实绝对不会缺眼的 所以 他有这个闲功夫提这个 可见这个局面的 黑棋恶化的程度 连这个边都不拆了 让你去拆这个绝好点 可见就是 你 你形势有多么恶化 我想说 就是 用这种方式 再告诉对手 就是 我已经赢了 对 就是要 如果是这盘棋 他不够 他不可能提这个的 他一定是拆这个 对 而且从价值上 感觉确实拆一个 会更大一点 他拆就是担心 未来中间 肚子太大了 会被你掉进来 有可能杀掉的风险 他这样把肚子变小 不然变小 他就没风险 而且他这部棋 本身有后手将近二十分棋 他就无风险 包括这个脱脚 活脚 都是在安全运转 最终没有机会了 我们再看两步 然后黑棋是 斑 这时候的小童 应该很绝望 我鼓了一下 面对白棋的 这种铜墙铁壁 也要求 应该说是 跳回家 他就点 这里是贴不了的 断了一下 我们给大家白贴 这里被穿了 这直接连不上了 就是你接的话呢 换汤不换药 他就拐住 跟刚才其实 你直接拐了 肥差不多了 我甚至怀疑 他可能会坚住 他都不贴 更稳一点 你不觉得 跟刚才没区别吗 是 这样的话 黑棋底下 牧师好像没有刚才 比刚才还瘦深了点 对 这将来 这段还 这个段还变小了 可以直接 对 变小了 就好像还 还亏了点 这样肯定更不够了 是不够了 而且白的可以 还今天先可以 贴这个 今天应该可以 先欺负一下 白黑棋这边 白黑的应该得硬 这里应该 不是过去 把这个欺负掉 把这个扳掉 最后裤中间 最后他也没走这个 他就断接 断接的话 这白棋就全部硬上 接盘其实是一个 标准的安全运转的 这个范本 小牌下的 非常的标准 他就踢 跑了一个 跑他就不要了 这里不能提 提就结束了 再一个点 点死了 所以他只能拐 往里拐 往里拐 小牌也就不追杀他了 把这个拔了 你吃这三个 他就不要了 连这边三个都能死 这个其实想跑的话 活不了 我看错了 不是他没有必要 因为你这里没接 安全运转 他把你这三个 兜进来 也又多吃了十几目 你那里也就吃了十几目 其实就是个转换 而且呢 这提完之后 这边还又被刮 他没 主要是没有必要 你知道吧 这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一种感觉 你看一些这种 绝顶高楼下期 你会感觉有时候 他们迎盘期好简单 有这样的感觉 感觉有时候会觉得 一高楼好笑 不够如此吗 甚至你都不觉得 这盘期 比如说旁边下的 有多好 对吧 好像这些招我也会 但是呢 他怎么下赢那么多 就是 这开玩笑 就是你 你没有感觉到 他下出了什么手筋 对吧 没有手 反正好像就 都是正常的一些组合 然后为什么这期 他赢那么多呢 对方怎么赢 完全下不了了 就是因为前面 损失太大了 那就是兜住 这已经进入 垃圾时间了 退了一下 退了一下 充 黑棋 提 飞了在竭力的收关 也是在最后的做最后的努力 我相信基本上去如果是一个个人赛的话 可能童不成 已经认输了 之前就是 谈与赛还是做点努力 万一你出个大婚招呢 对吧 这个东西也是说 也说不准 这种事情至少是有人干过的 想起 想起好像平均朴丁环和柯杰 在CCTV 不是 是在贺岁杯吧 贺岁杯的会计赛上 柯杰打了一个巨少吗 对 就我说 被注冠的时候 这种时候 这种是有概率的 虽然概率很低 这种概率非常的微乎其微 但是呢 也是有一线希望的 那不是 反正也不行了 就是你 不下的话也没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然后还是下一下 继续下几步看看 看看情况 然后这边是断了一下 这一提 就好难受啊 正常你是提的 对 就挡回来 是 黑系这个时候 给大家数一下吧 这块45 这地方这个子是能救回来的 51 53 59 64 大概70目级 这是一个标准的7目 77 黑系77 8 该黑的下 大概能下到80目级 黑的 该黑的下 我们看白旗 这是10 12 13 15 25 26 37 38 白的算到这一线77 就是全部提完了 那脚上还有6目级 白的已经83了 我跟你说 就是差不多盘面 盘贴目 盘面都肯定赢不了 怎么下都是盘面 盘不到的7 因为这是经验之谈 至少那个时候 时空盘面好25目以上 才是7 7 所以它就是差点10目级 现在盘面回来的好一点 它只领先 当时时空只领先16 7目 就是差10目级 而且我说的盘面好25 黑的是不优势的 只能说是能下的 因为这种威力是很大的 这种未来的这种潜力 所以提也不行了 改冲 那改冲肯定也是没有用的 基本上其实提不行 改冲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现有提也很大 大不了它封住好了 这都都是一个等值的关子 这应该是打僵了 这些应该都是一个 就是在走一些先手 应该是独秒进行一些延时 它最终肯定会打住的 对这些都是相当于先手加定型 顺便数数目 到底赢多少 虽然知道自己赢多了 但是呢 还是数一数比较牢靠一点 放心一点 对对呀 就是再数一数 没有错的呀 提了一个 白旗水跳 扳过 然后这边点了一下 然后最后一手吃在这里 这也是 这个尾巴被吃了 这里也是头子正负了到这里 正常的话是提 然后白旗水提两个之后 再把这个挡住 刚才的那个 我数的这个期 肯定是排面不够了 这期 输多少 不是我确定 但是呢 排面肯定是不可能够的 所以说呢 下到这里 童谋城也是 无心在战 也就任父了 投资任父了 这盘棋应该说是 小嫖的一盘 完胜局 我觉得 就 要解说的话 就是42 41跟42 这一个回合 然后把它 翻起来 对 一个回合 一击 置敌之后 然后就开始 安全运转 这盘棋让大家领阅了 一个绝顶高手的 强大的控场能力 就完全不是一般的 就是职业球 或者一些小朋友能比的 没有任何的 你就后面看不到 再看不到他任何的脾气和 和那个冲动了 因为他已经赢了 我这盘棋 对于奇迷朋友 还有一些小朋友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就在优势情况下 应该如何的安全运转 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 拿到这种铁币之后 如果优势的话 不要去围 正常的去收官 正常的下大厂 是我您的最吻 其实大家记住 这一个思路就OK了 那这盘棋最终是 飘顶环 中盘胜 中盘胜 一起盘完胜 认输了 那我们今天也是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